撞击乘客致死的这个台湾大车队的驾驶 他虽然出面投案 而且是声称是说 他是因为被死者的言语羞辱 才愤而撞人 可是呢 这一番说辞 死者家属不能接受 而且也不敢告诉他们高龄的母亲这个恶号 而我们中天新闻是 实地的搭计程车跳表来计驾来试验 发现了死者要求走的路线 跟实际行驶的这个路线会差70块 撞杀乘客的问奖刀案家属气愤难评 问奖声称 死者怀疑他绕路还出口骂人 才引发杀机 所有的事情 电视萤幕检查在外面已经有录影 放出给各位看 社会大众看 他的情形很简单 已经是指代表 你楼下下车的过程 到他撞他死的过程 那一刹那 所以你里面的车厅这么说 各位 让社会大众去评论 你这么说都跟你说的 我都没办法接受 死者弟弟表示 到现在还不敢告诉母亲哥哥死讯 撞杀悲剧起于绕路纠纷 中天新闻实地搭计程车 跳表计驾做实验 发现绕路起点 就是环东大道 往金融路和南京东路的分道口 也就是爆发纠纷的第一个路口 再来看看地图 红色路线是问奖行驶路线 蓝色是死者要求走的路线 问奖宣称开错路 不是故意绕路 先转进南京东路 再弯进巴德路 但这一绕路 车资是290元 和死者要求的路线 车资是220元 插了70元 就断送一条人命 那两条路下来 你觉得有没有说差很远 没有差很远 没有差很远 那车子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为了不到100元的差价 撞击乘客夺命 恐怖问奖的杀人行径 家属怎么能接受 要凶手接受制裁 也要台湾大车队出面负责 昨天新闻白建华 郭沃旗 SNG小组 台报道